我在烏克蘭戰爭開打的時候 看到這張照片我非常的難過 我寫下一段話 如果有那麼一天 我們要給下一代的不能是木槍 也最好不要用到一把真槍 而是要給他一台遙控器 能操作數十台裙飛的攻擊無人機 俄武大戰是一個現代戰爭的典範遺傳 無人機它會讓小國可以跟大國來相搏 同時創造自己的局部同流 無人機像是一個上帝的視角 能夠快速的擷取前方目標 同時呢 跟你後方有限的兵力做有效的協同 它不但要能看 它也必須要在第一時間能夠做出反擊 所以真打一體化 絕對是無人機上升很重要的一個戰略目標 在俄烏戰爭烏克蘭上面 一台無人機如果可以出勤四次以上 大概它的說明就差不多了 這樣自殺性的攻擊 被稱為叫做遊蕩彈藥 但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 它自己的體質 是否有打持久戰的關鍵 也就是是否擁有軍工體系 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數十萬艘的漁船 都接受人民武裝部隊的金錢補助 也有海上民兵的雙重身份 自殺型的無人機從艦上起飛 對於這些漁船來進行做打擊 消耗對消耗 這可能是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 中國以舉國之力 在高速發展無人機 已經投入超過美金一百億 數量也遠超於四萬兩千套 五十五種構型 甚至連這個遊蕩彈藥 他們也有山寨版 解放軍現在天天在上演的灰色戰術 不斷地襲擾台灣海峽 不斷地穿越第一島鏈 不斷地用無人機 在太平洋常態性的徵收 甚至攜帶1.5噸到2噸的炸藥 同時利用無人機 在刺探我們防空的電子參數 台灣當前面對這樣嚴峻的局勢 因此我們有三大發展無人機產業的構面 第一個是軍用軍規 以國安部中科院為主導來帶領研發 也完成它的研製 那麼後續的量產 它會讓民間來加入 同時建構本國的軍工供應鏈 這部分呢 含已經交軍跟研製中的共有九項 第一代的瑞淵 它的MRO 維修 保養 翻修 就是經緯航太目前在做 經緯航太的同仁是進駐到海軍的基地 那麼幫忙我們國軍的作戰人員 進行後勤跟整備 由經緯航太結合了國內的台中 大渡山的機密製造團隊 它的整個製程是我們研發的 它的材料用的是台塑 浮帽 或尚尾的樹脂 完全都可以用本地的 它的型架跟資距 都有我們的國內的廠商 來進行打造 組裝最後在經緯 這個在去年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飛行的測試 它具備短長起降 它具備非常長的滋空時間 未來除了有ISR 行報徵收的功能 它也在考慮能夠進行必要的武器化的升級 我們還有第二代的騰雲機 未來可以跟MQ-9形成高低配 軍用上規是大家目前所關心的 因為目標是在鍛鍊飛鴻供應鏈 國防部跟經濟部共同臨選八家廠商 針對中型小型微型的無人機 也要取代中國製的產品 另外針對無人機防禦系統 那麼包含了主動雷達被動雷達 以及干擾反制的手段 包含軟殺跟用殺 那麼這個會以國內重點培植團隊 並配合導入國際合作對象 來進行在地解決方案的組合 整個印太地區為何說台灣有事 就是印太有事 今年二月美國白宮發布的印太戰略裡面 美國人正在印太跟其他的區域 加速在國防工業基地化 以及國防供應鏈共同生產關鍵技術 來鞏固軍事的優勢 從台灣日本韓國的北三角 跟台灣菲律賓越南的南三角 你看到的演習規模越來越大 都代表了整個印太戰略事實上是正在進行 無人機國家隊的未來 不是只有目前在亞洲創中心的四十幾家廠商 而是必須整合到全台灣的工業優勢 未來無人機的硬體 會在2030年達到了1400億美元每年的規模 大概四到五兆 它的服務市場會有1300億美元左右 不管你做什麼農業 探勘 物流 運輸等等 這些的複合成長率都在30到50%之間 也因此沒有人會忽略這樣的戰略產業 新興戰略產業的發展 我站在業界的呼籲 不要因為政治的因素 不要因為選舉的因素 讓這個好不容易的台灣的防禦計劃中斷 而讓我們這些過去的產業優勢結合目前的新創 希望可以讓我們的軍工供應鏈 在全球站起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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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